好 再回到句中 再看后面句 for 为什么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呢 for the monotonous monotonous 咱单词说了 单调的 这个rhythm rhythm叫节奏 什么四二拍 四四拍 这个节奏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注意t是要吐说的 大声那边 rhythm 反呜 呜 吐说的声带震动 在那边rhythm 好 这是表示音乐的节奏 跟它类似的 还有节拍 还有旋律 类似的 我们再读节拍 蹬 哒 哒 蹬 哒 哒 这个拍子我们大声那边beat beat 这跟心脏跳动 心脏跳动也用heartbeat 用这个 还有旋律 就是我们看唱歌的地方叫麦乐迪 这个地方呢 我们读一下melody melody 这是音乐的旋律 Let's dance to the beat 让我们喝着这个拍子 跳舞吧 dance to 注意后面加节词 to to the music to the beat to the melody 让我们这个 随着这个拍子 跳一支舞吧 还是这么来说 这个rhythm 才是节奏的意思 当然 跳舞 随着音乐 随着节拍 不要用with with呢 是跟某人一块跳舞 那才用with 随着音乐和节拍 加节词 to 顺便可记住 那么这个车轮的这个节奏 wheels 车轮子 什么车轮子呢 刚才说了 clicking on the wheels 后着音乐 撞在铁轨上的车轮子的这个单调的节奏 这个节奏怎么样 很快使你沉沉入睡 这个allow somebody to sleep 固定搭配 使某人沉沉入睡 这个allow这个词本身就表示 使某人 安静下来 安静安静 一会儿着了 不使某人睡着了吗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动词 allow allow 叫使某人安静下来 安静一会儿睡着了 可以用它 love a baby to sleep 什么意思呢 哄孩子睡觉呗 宝贝 哦哦哦 睡觉 哄孩子睡觉 使婴儿睡着 那大家就顺便可以记住 摇篮曲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lullaby lullaby allow baby 把那个b去掉 lullaby 刚好allow a baby 不就lullaby吗 A B Y 就记成baby就好了吗 哄小孩 让他安静下来的这个歌 摇篮曲 月儿鸣 风儿 请树 眼儿遮窗铃啊 妈妈一唱 这个宝贝就睡着了 这个这个 可以说 我们看完之后 造个句子吧 这梦幻般的音乐 使我沉沉睡去 梦幻般 梦幻般的怎么说呗 就是像梦一样的呗 我们立刻想起来了 在第一课老师讲过 猫一样 像猫一样的动物 有个前面加名词 加海粉 在加like cat like 像猫一样的 像梦一样的呢 dream like 就好了 咱们看看这句话 可以怎么说 the dream like music allows me to sleep 这梦幻般的音乐 会使我 沉沉睡去 我一般现在是 每一次一听都睡着 可以用它 这是指睡眠 一个中文表达 是某人 沉沉睡去 还有呢 跟下一句话 可以同时记 下一句话 也跟睡眠相关 我们不妨可以同时记住 在本文中的下一句话 叫 lunar day sleep comes in snatches 在白天的时候 忽睡忽醒 睡也睡不安稳 还是说 坐火车的不方便 这个 后面有个名词 叫短暂的时间 一小段时间 顺便可以读一下这词 snatch snatch 这个词叫片段的时间 in snatches 就一小段一小段来的 睡眠怎么来 来了二十分钟 走了 睡眠一走 我醒了 后来又来了 我又睡着了 一会儿又走了 所以在白天的时候 忽睡忽醒 忽睡忽醒 这大配背下来 就sleep comes in snatches 这也是本文中 一个精彩的调查 那么还有一个 类似的复习 我们在前面说过 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怎么睡也睡不着 我们讲个搭配 叫toss and turn 辗转反侧 这固定搭配 这压手运的 toss and turn 都是t t开头的 toss 是抛上去 turn 是转过来 就说明在床上折腾个儿 跟烙饼一样 对吧 总总总来回翻腾 睡不着觉 我们再读一下这段译 toss and turn toss and turn 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咱们看一个例子 这个大家应该见过 我们再听一遍 大家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了 正确答案是 第一选项 I was overtired and couldn't sleep 我太疲劳了 以至于睡不着觉 有着太累 浑身骨结疼 也睡不着 选d 为什么选d 看原文 你看在昨天晚上啊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因为太疲劳了 而睡不着觉 too exhausted to sleep 前面toss and turn 就辗转反侧 答案当然选d 我过分疲劳 over tired 累过拙了 以至于呢 睡不着觉 就好了 这是指睡眠的 另外一个表达 好 再回到这个文中 下句话 咱们说过了 在白天的时候 忽睡忽紧 Tune the day sleep comes in snatches 好 再回看 那到晚上怎么样呢 At night When you really wish to go to sleep You rarely manage to do so 到了晚上 当你真正想去睡觉的时候 白天我不想睡 但是火车 当当当当当 这声音让我睡着 晚上想睡的时候呢 你就几乎很少能做得到 Manage to do 就设法完成了某事 你设法想睡着 几乎做不到 Rarily是很少能够这样能做 后面说 那有人说 那我能买的握护票呢 那么还能去睡觉吗 做的还是试图读你的嘴 他说 If you are lucky enough to get a sleeper You spend half the night staring at a small blue light in the ceiling or fumbling to find your ticket for inspection 咱们看看 还是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逗号前 If从句 当然是条件状语从句 如果你非常幸运 那买到握护票 买握护票 怎么样 You spend half the night 你会花费半休的时间 我们来自spend固定搭配出来了 spend some time in doing something 这个staring 是跟spend固定搭配的 前面这个in可以去掉 spend some time in doing something 也能说spend some time doing something staring 前面可以加in 但是in可以去掉 那么花费半休时间呢 盯着天花板上那顶小蓝灯 或者怎么样 我fumbling to find your ticket for inspection 这个fumbling 是跟前面那个staring并列的 花费半休时间 不是盯着那个灯 就是呢 翻腾着来找这个车票 里应付检查 大半夜正要睡着了 茶票来了 还是睡不安稳 这个fumbling 就翻包嘛 翻来覆去的找嘛 这个我们32课讲那个 搜寻寻找的 这个scower 那个词咱们说过 好了 这两个是并列的 都是跟spend固定的搭配 就好了 好 我们下面看看里面的细节 首先看前面那个slipper 这个slipper呢 是多一词 第一词可以表示火车上 卧铺车 卧铺车厢 或卧铺床位 在本文中呢 翻译成卧铺床位 更好一些 如果你得到一个卧铺的床位 就买到卧铺票了 这个意思 但slipper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睡觉的人 尤其是有某种方式睡觉的人 我们有固定搭配 a light sleeper a heavy sleeper 就是一个睡觉特别轻 睡觉特别重的人 睡觉特别轻的人 就a light sleeper 睡觉特别重的人 是heavy sleeper 李老师就是个light sleeper 睡觉特别轻 有蚊子一过了 我就行了 睡觉很轻的人 在本文中slipper 是第一词 就指火车上 翻译成卧铺床位 好一些 那么买的卧铺票 还是睡不好 为什么 你会花费半宿的时间 staring at a small blue light 就是staring 正大眼睛凝视 咱们说过这个staring 盯着这点小蓝灯 为什么是小蓝灯 而不是蓝小灯呢 咱们再背一下 形容词的词序 名词先为形容词限定 有个小口诀叫 大行年新阳国才用 加中性名词 按照这个顺序排序 不属于这八类 再扔到最前面去 咱们排都行了 你看本文中 这个small属于大小 这个blue蓝色属于颜色 大在前阳在后 所以小蓝灯 这个用的是对的 咱复习16颗出现过 74页第二行到第三行 74页的第二行到第三行 出现过这个 a little white lamb 小白羊 跟着小蓝灯类似 小属于大小里面 这个白呢 是颜色 所以小白羊 还有呢 我们第18颗出现过的 82页第15行最后 82页第15行最后 一个小黑盒子 小还属于大小 黑属于颜色 这小黑盒子 跟这个小蓝灯 类似 好 再回到剧中 在哪儿的小蓝灯呢 in the ceiling 在天花板上 那盏小蓝灯 但注意 中文中说天花板上 英语中用的是 in the ceiling 这英语中描绘比中文细腻 我们立刻能感受到 这个灯是镶嵌到天花板里面的 镶嵌在天花板内部的 这么一个灯 这个好像我们亲眼看到一样 这中文呢更像我们的艺术 更像水墨画 它写意 而英语更像他们的艺术 更像油画 它更写实 它描摸对中文细腻一些 这个我们在复习 你看在28课里面 有个句子跟他们 一曲同工之妙 这个134页 第12行到第13号 我们复习 134页 第12行到第13号 当我们走过一个商店的时候 他拿着这个钻石 用力在玻璃上滑了一下 并在玻璃上留下一个 深深的痕迹 注意在玻璃上 叫in the glass 咱们为什么呢 这个痕迹是陷到玻璃里面去的 在玻璃上留个凹 这个凹痕嘛 陷进去了玻璃 但中文中还是玻璃上留一个痕迹 你看咱们再对比 这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他一拳打我鼻子上 他一拳打我脸上 中文都是打鼻子上 打脸上 但英语中细腻 He hit me under nose 打鼻子上 鼻子鼻朗捂着硬的 蹦 打到鼻子上 但脸是软的 扑 一打进去了 所以叫in the face 你看这英语中描摹更细腻 中文中细腻就不像中文了 他一拳打我脸里了 打我脸里边了 这一听成恐怖片了 在英语中是描绘得更细腻 所以天花板上 咱们看到是天花板里边的灯 or fumbling to find a ticket fumble它来自 F-U-M-B-L-E F-U-M-B-L-E fumbling是分词去掉E加NG fumble这个词在第三十二个讲过 叫翻找 它特别像翻包那个词 在包里翻来覆去 就是翻包的意思 找车票来应付检查 inspection是检查 咱们四个中说了 那后果是什么呢 inevatively you arrive at your destination almost exhausted 他这个 他说 不可避免的 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 恐怕是几乎精疲力竭了 就说明坐火车非常不方便 innovatively是不可避免的 必然会怎么怎么样 就是这个情况一定会发生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个副词 innovatively innovatively 叫必然的不可避免地 咱们看一看二十二行 二百一十二页 二百一十二页第二十二行后面 也出现这个词了 二百一十二页第二十二页 innovatively the repair job was not quite so simple 那么必然这个修理工作不会如此之简单 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就是我们肯定很 这肯定了 必然地不可避免的 形容词呢也很常见 形容词就是把那个y去掉之后 再加字母1就好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nnovatable innovatable 就是必然的 不可避免的就行了 咱们看看小肯定迪 在讲话中曾经说过的一句名句 John F. Kennedy 他说 Those who make peaceful revolution impossible will make violent revolution inevitable 肯定迪 台湾把他发现叫甘乃迪 同一个人 所以这个那些人什么呢 那些使和平革命成为不可能的人 make peaceful revolution impossible 这个revolution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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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革命来 就变革 成为不可能的人是怎么样呢 必将使暴力革命成为不可避免 will make violent revolution inevitable innovatable 是不可避免一定会发生的 好整个呢 那些使和平革命成为不可能的人 一定会使暴力革命成为不可避免 你不允许老百姓和平去去追求好的生活 那么最后呢会把你推翻 innovatable叫不可避免 某事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发生 口语中还有一个表达 咱们复习 叫something can be helped 还记得吗 something can be helped 这个事是不能被避免的 这个help再就是避免的意思 不能说某事不能被帮助 是不能被避免的 咱们以前说过啊 I really don't want to go this weekend but it can't be helped 我这个周末确实我不想走 但是这个事是不可避免的 我必须得走 我家里有事吗 必须得走 我们再看一看 听过的一个托福听力真题 咱们看还记不记得这个题 应该选哪一个 Number 8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you a new one Forget about it Some things just can't be helped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好 再来一遍 Number 8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you a new one Forget about it Some things just can't be helped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听过这道听力题 我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了 正确答案是第一选项 最后一个 She doesn't want the man to replace the platter 他不想让这个男的给他买个新碟子 换这个破碟子 为什么选D呢 我们看原本再来一遍 Number 8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you a new one Forget about it Some things just can't be helped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好了 他第一个呢 男的说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把您这个碟子给摆了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咱们也说过 这个dish D-I-S-H 一般表示比较深的碟子 它呈热菜有汤的 这个platter 一听声音就是平的 dish是凹进去了 platter是平的 它一般表示比较平的 那个成拼盘的 成凉菜的这个碟子 platter 也是碟子 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a new one more than 这个词修饰形容词 老师说过 翻译是extremely 极其特别 而不翻译是比什么多 extremely happy more than happy 就是extremely happy 非常非常高兴 我很高兴给买个新的 第二个女的非常的 很举起 应该说 forget about it something just can't be helped 算了算了算了吧 有些事情是不能避免的 forget about it 就算了算了吧 就不要忘了它吧 就是算了吧 那放在一块有个连读 forget about it forget about it forget about it 你看中间两个字母T都焯化了 最后一个字母T 失去爆破 我们跟老师大声地读一下 forget about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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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么一个声音 在那边 forget about it 就算了吧 算了吧 有些事情是不能被避免的 有些事早晚会发生吗 蝶子早晚会撤吗 我正想换新蝶子 您帮我撤了 帮我忙了 其实 很够朋友 那这女人意思是什么呢 选弟 她不想让那男的给他换一个新蝶子 就好了 那用不着了 用不着了 这是某些事不可避免的 好 这我们看了几个表示不可避免的相关表达 咱们再回到这课文里面来 再回到剧中 这个不可避免的怎么样 you arrive at your destination 你到达你的destination 它是目的地的意思 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怎么样呢 almost exhausted 几乎是精疲力竭的 这么一个状态 后面这个exhausted是个形容词 注意在这是逐语补足语 补充说明逐语的 就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你的状态是怎么样呢 是精疲力竭的 它不可能修饰那个动词 arrive at 如果修饰动词的话 后面得用副词 所以这是逐语的补足语 跟它类似的还有一个 你看在本文中倒数第二行 本文倒数第二行 出现了一个跟它类似的 you will arrive at your destination fresh and encrumpled 你到达你的目的地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呢 是神清气爽 而且没有垮掉 这明显是说明 坐飞机的这个好处 坐火车呢 这个到目的地 是精疲力竭 坐飞机呢 到目的地的时候 你看fresh and encrumpled 两个都是形容词 在这都是做 主语 you的补足语 到达目的地 是第一个 fresh 神清气爽的 第二 encrumpled 表示没有垮掉 这是主语 不足语 主语不足语呢 可以让句子 变得更清廉一些 你比如说 咱看几个例子 看这句话 when I got home I was tired and sleepy 当我到家的时候呢 我是又累呀 又困 咱们是不是就可能 主语不足语 我到家的时候状态 是又累又困 一个简单句就行了吧 I got home tired and sleepy 我到家的时候状态 tired and sleepy 一个简单句就好了 这里面 tired and sleepy 修饰 主语 I 到家的时候 我的状态 是又累又困 这个状态 好 回到文中 说完火车 火车可否定了 不行啊 精疲力竭啊 不方便啊 晚上睡不着觉 等等等等 再看那开汽车 走长途怎么样呢 下面说了 long car journeys are even less pleasant for it is quite impossible even to read 他说 长途汽车旅行 这个开汽车 甚至更令人不愉快 less pleasant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你要读书 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it is quite impossible 这个it还是形式主语 这个impossible和impossible 我们说了 他主语一般来说 不能是具体的某一个人 所以他得用形式主语 it quite impossible 这个quite 我们在第八课中讲过 quite可以翻译成 completely 或entirely totally 完全的 完全不可能 你开车是看书 开玩笑了 完全不可能 甚至连读书 都完全不可能了 但主语在这不能说 for you are quite impossible to read 这个不行 因为这个possible和impossible 我们说了 他主语一般来说 不能是具体的某一个人 他可以是一个抽象的事物 或做模式 形式主语都可以 但具体人 一般来说 不能做他的主语 我们说了 on motorways you can at least travel travel fairly safely at high speeds but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journey is been on roads with few service stations and too much traffic 这句话比较长 咱们还是先看看 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其实前面白颜色的 都可以看的 主干结构 这是两个并列 就构成的 这个中间连词 就是在这儿 第三行开头 这个but 这是表示转折关系 这个并列连词 那么第一句话先说呢 on motorways you can 在motorway 就高速公路来 在高速公路上 你可以后面的at least 可以看到插入语 叫至少来说来 在高速公路 你可以至少 那怎么样 用相对比较安全的方式呢 来快速的旅行 相对比较安全 这个相当安全 fairly 相当的颇为怎么样 fairly往往是个褒义词 这个它往往修饰一些 好的词汇 好含义的词汇 相当的还算不错的 相当安全的速度来 比较高速的来 旅行 at least是畅语 但是转折 但是呢 想的是不错 但事实情况方法不是这样 more often than not 这个写体字 可以看作一个壮语了 more often than not 就常常通常 它是个复词短语 咱们一会儿会说 但通常怎么样呢 那么旅程中的 大部分的时间怎么样 expand on roads 大部分时间 都花在路上了 路上耽误的时间太多 而且路有什么特征 后面那个黄颜色的 可以看到后置正语 修饰这个路 修饰这个路 借词断语嘛 来修饰这个前面名字 with few service stations 有很少的加油站 这service station 咱们讲过 这个39克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讲过 在英联邦国家 可以用patro station 或叫service station 都行 并且呢 车辆还特别多 还容易堵车 加油站很少 但汽车却很多 这说明了长途 开车旅行 也是并不太方便 这么一个事 好 我们先看看里面的一些细节 你像这个motorway 这个motorway呢 我们说过 这个一般用在英联邦国家 叫做高速公路 在美国呢 在美国一般用后两个版本 叫expressway或freeway 但英式美式呢 英国人美国人交流 他都能听得懂 只不过语言习惯不同罢了 我们先读第一个 motorway 是英联邦国人工法 在美国一般用成 在那边 expressway freeway 这是类似的 就是高速公路 在高速公路上 至少你可以相当安全地 以高速才行 是fairly 我说了 是个褒义的副词 一般修饰 比较好的含义的词 它修饰其他的 好的含义的形容词或副词 副词修饰形容词 或副词修饰副词都行 在这里是副词修饰副词了 那么以高速 这个speed表示速度 李老师又说过 speed这个词 如果做不可数名词的话 那么前面借词用at 用with都行 如果做可数名词的话呢 那前面就只能用at 百分之十可数的 speed是负数了吗 前面只能用at 这个用的是对的 但是but 引出第二个病毒句 more than not more than not 翻译是usually 通常 这是个习语 不要翻译成 比不还要更经常 习语是不能拆开翻译的 一定当成一个字 就看的usually就行了 这时候它有两个版本 more than not 有的时候写成as often as not 意思一样 都翻译成usually 通常 我们跟老师大声都会变 more than not more than not 我们有习语 用习语比较单个字好 一些习语显得我们英语更地道吗 就像老外用中文写文章 那都用几个成语 我们立刻觉得老外中文水平不一般 再看第二个 as often as not as often as not 同样不能翻译成像不一样经常 得翻译成通常 通常是怎么样的 看一些例子 more than not the argument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我说通常呢 这些争执 其实都是可以被避免的 其实没必要 这争执都是误会 通常这些争执都可以避免 more than not 跟它类似的还有好些 跟often相关的 叫all too often all too often 也是翻译成经常 但这个经常 往往有一些贬义丝的味道 它一般就会强调 不愉快的事情经常发生 这个我们不希望的是这样 但不愉快的事情经常发生 这个经常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ll too often all too often 一般强调不愉快的事情 经常会发生 我们也是看一些例子 all too often parents leave their children home alone 这个经常啊 父母亲 把他们的孩子 单独留在家里边 这个事儿 我们不希望发生 小孩子最好有人看着 为什么外婆 有个baby sitter 在看孩子呢 但是却父母亲 经常不管 经常把孩子们 自己单独留在家 这是不愉快的事情 经常会发生 all too often 写奏中可以尝试 可以尝试 还有一个叫时而 有时候不识的 时而有时候 又说often构成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every so often every so often 注意千万不能发生 每一个如此的经常 我说了不能拆开翻译 叫时而有时候不识地 会怎么样 she still calls me every so often 她现在偶尔呢 有时候还可以给我打电话 尽管两个人呢 是离婚了 但有时候还联系 she still calls me every so often 就时而有时候不识的 表示时而有时候 这个表达特别多 咱们再复习 除了every so often之外 还有我们复习 sometimes occasionally 还可以用once in a while from time to time 都可以表示时而 有时候 还有更复杂的像 now and then 或者every now and then now and again 或者加上every now and again 都行 前面的every 在翻这个加括号 表示有也行 没有也行 时而有时候不识的 都可以 我们跟老师大声来读一遍 sometimes occasionally 注意这个连读 once in a while once in a 连到一块 下来边 once in a while from time to time every now and then every now and again 都可以 反正时而 有时候不识的 会怎么怎么样 这个重点的一些固定的 表示时间频率的习域 咱们可以同时几乎